说到鸟类最喜欢搞事情的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它 这个货的名声确实一向不怎么样 但是最喜欢搞事情的 还得数松压开饭 因为它总是喜欢悄悄地跟在别人后面 时不时地就恶搞别人一下 比方说吓唬小朋友 人家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看它总是喜欢飞过来吓别人 它也不是欺负它们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它像南雀一样 啄的也比它小的鸟 有没有觉得它很淘气 不过它真正淘气的 还远远不止这些 趁着这会儿它不在 你们两个就赶紧吃吧 这也是够狠的 一口气硬是把半个西红柿差不多吃完了 你看这脖子撑的 被鸟果然是鸟界里面的吃货 脖子都快撑爆了 这就让我想起之前咱们养的两只大嘴 小时候和它们一样 开饭 转点你又跑到哪里去捣蛋呢 你还咬我 你还咬我 再见 你们看到了吗 它不仅喜欢恶搞小鸟 它还喜欢恶搞人类 我就说这家伙恶搞的方式有很多种 趁别人不注意 时不时的就在别人背后来一下 你以为到这就完了吗 它的淘气可不止这些 被我逮个正着 又来隔壁邻居家偷走了 你可真是个机灵鬼 啥事都干 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一只鸟 吃水果包皮 比我们人类吃的还要细致 一颗枣 它只吃里面的盒 皮全部给它包子丢了 你就说这家伙智商有多高 这是剥好了准备给我吃吗 来来来 我以为是剥好了给我吃的 原来是过来在我面前炫耀 你这个家伙 吃完了它才肯下来 不愧是鸟类智商的天花板 我们所看到的 可能只是它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它更多的聪明材质 还有待于我们后面的观察 如果你也喜欢它 记得点赞关注